北京时间3月5日上午 一场在美国加州举行的WBC过渡雨量级 世界轻腰带争夺战将隆重打响 届时26岁的美国拳王菲古罗亚 将与27岁的菲律宾拳王马格萨约展开正面火并 谁能笑到最后还数未知 值得一提的是 在今年结束的赛前称重仪式上 出现了一段小插曲 马格萨约由于在称重缓解体重超标 达到了126.75磅 超出雨量级拳王争霸赛体重上限126磅0.75磅 这样马格萨约被要求在两个小时内赶快继续脱水 以进行二次称重 如果马格萨约不能在规定时间要求内低于126磅 他就失去了争夺金腰带的资格 对于这种情况 有的拳手可能会直接放弃二次称重 因为他们已经把体重降到了极限 如果再强制降 身体根本承受不住 人可能都昏迷过去 此前我国一名MMA拳手 就因为降虫过大导致死亡 所以这可不是闹着玩的 但也有一部分拳手可以继续尝试再降一降 而马格萨约就是之一 经过两个小时的脱水 马格萨约最终以126磅的体重压陷过关 至此 两人都具备争夺这一斤腰带的资格 考虑到马格萨约二次称重 对身体有进一步伤害 体能很可能无法恢复 因此明年的对决他的状态很可能不如非古罗亚 不排除被KO的一幕发生 至于两人明天的表现如何 让我们拭目以待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点击右下角 订阅收藏不迷路